以赛亚书第55章 我们要一起思考的是 有什么东西比食物更重要的呢 我们常说 民以食为天 吃饭风地大 食物的确是太重要了 没有食物我们就没命了 我们也很少看到 有人是不喜欢吃东西的 那到底有什么东西 比食物更加重要的呢 在第55章 我们看到这是非常棒的一章 有很多经典的经文 值得我们把它背诵下来 在这一章里面就讲到 有一个东西呢 比食物更加重要 那是什么呢 在这一章讲到的主题呢 就是要听从神的话语 就必亨通了 第一节 你们一切干渴的 都当就进水来 没有赢钱的也可以来 你们都来买了吃 不用赢钱 不用价值 也来买酒和奶 你们为何花钱 买那不足为食物的 用劳碌得来的 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 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 就能吃辣美物 得享肥干 心中喜乐 所以在这地方 以赛亚就预言说 你们不管是有什么要需要的 就赶快来吧 即使没有钱 都能够吃得到 然后讲到说 你们现在啊 努力的花钱劳碌 但是呢 吃了还是不饱 其实呢 我们要得到美好的享受 人生要亨通快乐 不是只是 这个埋着头苦干就好的了 其实要有智慧 要走正确的道路 才能够真正的吃那美物 得享肥干 心中喜乐 那怎么样才能够 有智慧 有聪明 走正确的道路呢 就是要留意听神的话 留意听神的话 就可以吃那美物 得享肥干 心中喜乐 第三节 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 就必得活 我必与你们立永约 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 我以立他做万民的见证 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 所以呢 我们要就近神侧耳而听 就必得活 那不是说只是自己努力的去工作 劳碌 才能够活 其实呢 要首先要有神的引导 我们的劳碌 才能够亨通 才能够得享美食快乐 能够生存 所以我们看到 什么比食物更加重要的呢 就是要有从神话语来的智慧 神的话语是最重要的了 这地方讲到神立大卫做万民的见证 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 这个指的当然不是大卫他自己本人 而是他的后一 也就是将来要来到的弥赛亚 这是耶稣基督了 所以耶稣基督呢 是万民的君王和司令 第五节 你素不认识的国民 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 也必向你奔跑 都因耶和华 你的神 以色列的圣者 因为他已经荣耀你 这里神应许 那些外邦人 也必来奔向以色列 投靠以色列 因为神荣耀以色列 所以呢 第六节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 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 求告他 真的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句智慧 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 那在神可以寻找的时候 来寻找他 神与我们相近的时候 要求告他 那特别是每一天 我们都要来寻找他 亲近他 神特别是在每天早上 我们一早起来 还没有做其他事情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心比较安静 或者是其他安静的时间 我们要来好好地寻求他 亲近他 我们要归向我们的神 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因为神 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赦免的道路 拯救的道路 我们就要归向他 就能够得到赦免 接下来的几节呢 也是我们常常耳熟能详的 我们也可以常常把它宣告出来 祷告出来的 第八节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所以我们看到 神的意念真的是跟人不一样 那我们常以为自己很有智慧 我们走的路是对的 但是呢 当我们一旦安静去寻求神 或者是祷告读经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原来还有更高超的意念跟道路 所以我们不是要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知识而活 乃是要凭着神的话语而活 因为神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 神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 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 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 那第十节 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 却滋润地土 是地上发芽结石 是撒种的油种 食要吃的有粮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所命定发他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所以神的话语怎么样高过我们的意念呢 这是这里所讲的一个自然界的一个例子 讲到说从天上降下了这个雨 他就一定会有这个发挥他的这个果效 能够滋润土地 然后结出果子来 神的话语也是这样子 绝对不会突然返回的 会成就他所喜悦 他所命定 神的话语一定会亨通的 所以我们熟悉神的话语 我们道路也就能够亨通了 第十二节也是非常快乐的一个情景了 有了神的话语就会怎么样呢 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 平平安安蒙引导 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 田野的树木也都拍长 松树长出代替荆棘 凡石流长出代替吉林 这要为耶和华流民作为永远的证据 不能减除 所以在这里当神借着以赛亚 应许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欢欢喜喜的出来 平平安安的蒙引导 那在你前面的大山小山 不再是可怕的拦阻了 而是在你面前发声歌唱 田野的树木也都拍长 这是多么欢喜快乐的一个景象 这就是应许以色列人 他们要归回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相信神的话语 来就能够得到这一切的恩典祝福了 我们感谢主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什么比食物更加重要的呢 是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让我们有智慧 就能够吃那美物 得享肥干 心中喜乐 所以我们要就近神 侧耳而听 就必得火 我们要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 寻求他 相近的时候 求告他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我们来跟从他 就必全然亨通 感谢主 阿们 感谢主